朋友们好 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 坦大神 现实生活中啊 我们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活得很累 觉得自己活得很不如意 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活得很委屈 为什么呢 很多人就觉得我付出了很多 可是还是会被别人欺骗 还是被人瞧不起 还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那很多朋友就纳闷了 你说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呢 其实老宋告诉你 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你这个人太要脸了 其实很多时候如果在生活中有些事 你要学会不要脸了 那么你就过得好了 你就不会这样子了 又心疼了 哎呀老宋 不要脸哪能做人 人要脸素要皮吗 我也不能耍不赖呀 对不对 那不行 我指这个不要脸呢 是带记号的 朋友说怎么个不要脸法呢 我给你聊聊你听听好不好 第一 比如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件事情 什么是呢 就是把钱借给身边的朋友啊 亲人啊 结果人家不还钱 你要不回来钱 你一要 关系还没了 最后搞了什么 钱也没了 感情也没了 那个后悔呀 哎呀我这个后悔呀 是不是 经常有这件事情发生 那么我也想问问这些把钱借给别人的朋友 包括老宋自己 那么你问你问问自己 你为什么会把他把钱借他 你有几个是那种心甘情愿的 一看这种情况 赶紧 收到钱不 我给你拿 够不 不够 我这还有 你做多少 赶紧拿走 赶紧拿走 有几个是这样的 基本上都没有吧 那么基本上都是什么呢 人家来跟你借钱了 饺子呢 哎呀 大家还不错 关系也不错 考虑到感情 考虑到脸面 哎呀 借给他吧 其实大多数人把钱借给别人的时候 心里也不太愿意 也是谁愿意把钱拿出去借给别人啊 是不是呢 哎呀 为什么 都是因为要这张脸呢 你看看是不是 那么我就想起了 如果你要不要这张脸 你不借给他 不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吗 你说是不是 有人说过一句话 老人认为特别有道理 什么呢 他能不要脸和你借钱 你怎么就能 你怎么就不能不要脸的拒绝他呢 很正常吗 大家想一想 现在无论是网络上啊 抵押啊 各种渠道啊 银行啊 都能借到钱 各种渠道都可以借到钱 为什么 不和别人借 而要和我借呢 不就是要么利息少 要这么就不付利息 不就想占点便宜吗 甚至还可以什么 晚还 或者是不还吗 是不是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不要脸了 不借给他 不可以吗 拒绝他 你说是不是 哎 这是不是这样的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假如现实生活中 人家走了 怨气连天啊 来招呼也不打一声 你看我这一天的安排 全搞啥了 全整乱了 是不是呢 那么我想问你 既然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不可以不接待他吗 他来了你就告诉他 不好意思 今天我接待不了你 直接拒绝 是不是 那有人说 哎呀 那不得要脸面吗 你说人家来了 我还能那么做吗 他都好意思 不打招呼就来 他都好意思 连做人基本的礼仪都不懂 你为什么非得要这张脸呢 然后你要完脸了 你怨气连天的 你图个什么呢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哎呀 这是第二个 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 比如说在一个聚会 亲戚啊 朋友啊 在一起聚会 有人呢 嘲笑你 奚落你 贬低你 拿你开玩笑 啊 让你很丢脸 那么好多人 怎么应付这件事情呢 好多人都是尴尬的 跟他笑一笑 甚至是不值身 就是有的稍微有点 脸上表现的有点不高兴 也就罢了 然后回家生问气 自己和自己家里人说 什么玩意 我以后再也不想拉着他了 啊 你就载这么多人 就会笑话我 怎么怎么怎么样 自己生闷气 是不是呢 那么 我也想问这样的朋友 你为什么就不反击呢 你去问他 这样的朋友都会告诉你 哎呀 那么多人 都是朋友亲戚 你要一反击 两个人一吵起来 或者怎么样 多尴尬呀 那才怎么出啊 大家不都那什么了吗 哎呀 那咋这么做呀 你太要脸了 是不是呢 啊 人家已经不顾你的脸面了 人家都不给你自己的脸面了 你还这么要脸 你还管这么多干什么呢 那你要这样的话 人家找到这样的原类了 当然就这么嘲笑你了 人家知道你这么要脸 那你怎么办呢 啊 我觉得欲要这种事情 就应该不要脸的反击 是不是呢 你仔细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嗯 我相信如果你能做到反击的 那么他下回再也不会这么对你了 你仔细想想老宋说的话 有没有道理 嗯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比如说再说啊 别人婚伤嫁娶 啊 你去水里了 该水红包水红包 该给钱给钱 该帮忙帮忙 是吧 当你家有事的时候 他不回礼 结果没来 像没事人一样 那么我想问你会怎么处理 大多数人生气 啊 这是什么人呢 你生气归生气 但是你见到他之后 你会怎么样 哎呀 应有的面子还得过出去 还得该联谊联系 是不是 表面上一团和气 是不是呢 嗯 好多人都这样 那么我就想问问 有很多朋友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既然这个人 连礼尚往来都不明白 你还给他啥面子 这样的人干脆就不交往了 干脆就不认识了 没有什么面子事 就没有面子 他都不要面子了 你给他什么面子事呢 不理他就完了 是不是 当见面了 我都不认识你 我为什么要理你呢 有人可能会说 老宋你太小气了 不就一个红包 几百块钱吗 不是我小气的事 这个事既然他这么办 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么办 朋友们仔细想一想 你为什么啊 可以理解他呢 因为你太要脸了 觉得这个还犯不上 那么老宋认为 没有什么犯不上 这种事情就可以不要脸 你觉得呢 下一个第五个 现在好多人呢 生活的累 生活的不好 都是什么 车子得买好的 房子得买好的 买不起万般的 买不起我贷款呢 为什么要买这么好的呢 为什么要欠着钱也得买呢 我要脸呢 我比不上人家 我也丢人呐 是不是 别说这些了 孩子 哎呀 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 亲戚书画 恨不得得样样精通 为什么呀 你真的以私以为啊 孩子什么孩子 大多数都是父母 什么孩子 哎呦 那我孩子写的好了 我孩子舞跳的歌好了 我孩子歌唱的歌好了 我孩子哗哗哗 为什么 要脸啊 想要孩子给你争点脸呢 要孩子给你补贴这个脸面呢 是不是 你比这个干啥呀 你比了这个 你就为什么压力特别大 因为你贷款买了房 贷款买了车 你要还钱呢 你本来没有这个经历条件 你非得为了这个脸面 去要这个 那你只能背后受罪呀 那么你给孩子要脸 那你只能去逼孩子 孩子学不过人家 你就逼孩子 孩子谈琴谈不过人家 你就逼孩子 孩子不是那块料 你鼻有什么用啊 找到他个人的爱好 你家孩子为什么全面发展 全能啊 那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这些脸要他干什么 根据自己的条件来 根据孩子自己的条件来 适合自己最重要 这些皮要脸更重要 这个时候 不要脸也很正常啊 他开一百万的车 我开十万的车 我也挡风之鱼 我就这个条件 我有什么丢人的呢 朋友们你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老宋举了几个例子 其实现实生活中 还有很多事都是这样 朋友们仔细想一想 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能够学会 不要脸 那么我相信 你就会活得更好 朋友们认同吧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砍大山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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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